而讲到训练有素的狗狗当然还有军犬了 这些血统旋阵的军犬呢 其实服役年龄也都还有限制的哦 十岁就要强迫退休 早年因为军队没钱 这些老战友其实被迫面临安乐死的命运 不过现在国防部决定要让军犬也能够老有所忠 明天开始不但要编练养老金 而且还破天荒 可以开放让民众忍养 这不是马戏团特技表演 对一头训练有素的军犬来说 跳火圈只是雕虫小技开胃才 一个纵身跳跃一张血喷大口 制服歹徒easy easy 不过肩负保护政府元首 防暴反恐重责大任 军犬再怎么身怀绝技 统一规定十岁就要退役 宪兵指挥部24头军犬 已经有六头安养天年 现在为了让老战友老有所忠 国防部从明年开始 每头军犬编列6580元健典费 362元药品费 还破天荒开放 民间认养 军犬保家卫国奉献医生 早年因为被视为军品 退役后军队没前养 又不能流落民间 只能安乐死 如今开放任养 希望老军犬也能在 老陆一辈子之后 呼吸自由空气 享受好狗命 我觉得会有环境上的不适应 因为年龄也都蛮老的 所以一般应该对任养军犬 应该是没什么意愿 虽然军犬都是血统纯正的 比利时犬或德国狼犬 提格加个性好 聪明勇猛 但十岁才抱回家 培养感情时间有限 多少影响民众任养意愿 不过军方的一片真心情意 肯定还是会让这群老战友 就感情 中心王正正好报道